蔡政府狂宣传台美关系史上最好 现在美国司法部档案大揭秘打脸 原来2016年川普当选美国总统 蔡英文能和川普通上电话 扣了全市政治公关杜尔公司牵线 台湾不但每个月得付58万的公关费 川普竞选总统期间 台湾还多付406万 让杜尔打进川普团队 就是蔡英文跟川普通电话 造成台美关系什么样的一个 实质上的突破跟进展吗 没有 川普还说因为人家是很好的客户 所以我才接了这通电话 的确川普讲的是实话 长期跟我们买武器 然后通电话说他也有付钱 付钱我们就给人家通一下电话 就连著名代表萧美琴 去年参加拜登就职典礼 媒体爆料就是靠台湾多年来 每个月用63.8万聘用的 盖哈特公关公司牵线 跟众议院议长裴洛西索票 专家炮轰这钱怎能这样花 我们跟台北关系是用钱买的 蔡英文政府比较愿意花公关费 总统的就职典礼都要通过公关的话 今天我就有点意见 可以通过我平常联系的对象 获得这些入场券 拼用公关公司来协助强化 这个台美关系 那这其实是我们政府 常年一贯的做法 就算是长期惯例 但蔡政府这些年 疯狂拿来大内宣 网友讽刺台美关系 其实也没像你吹的这么好吗 用钞票换来的还好意思 大内宣吗 台美关系好都是假象 花钱买来的又贵又不实在 最主要是民进党明明是花钱 却骗台湾人说他是不花钱 民进党就是诈骗分子 回头看看当初总统和川普通话 和助美代表出席就职典礼的得意模样 不知老百姓如今作何干将 既有张张美 李一璇台北报道 我们要告诉大家 我们有优惠我们中天的网友 这些东西都可以在我们快点购网站上头 来购买 现在有三种不同的好康组合 购买的时候呢 不要忘记我们有非常多的 这个折扣代码可以给大家来输入 可以享有一些优惠好康 这些优惠好康组合